這兩個男人鬼鬼祟祟在做甚麼呢? 昨天大埔一座屋卷住戶險遭爆市 門口閉路電視就拍下整個犯案過程 然後他們用一些不知甚麼工具就開了鐵閘 他們都攪了十多分鐘 我覺得他們是新手來的 因為一來他們不戴口罩 他們穿的衣服都很鮮艷很容易認 還有他們開鐵閘都攪了兩三個字 開木門更加開不到 所以攪了差不多九個字 他們各思其蹟 一人負責看水一人就負責開鐵閘 有樓下住戶說見到他們在走廊徘徊 因為當時大廈的大堂天花是維修 所以那些閉路電視全部關閉 可能在這樣呈現之下 爸爸就看不到被我運帥 沒有要進來 在我門口這裏走 兩個男人一人背一個背包 我就見面子走出去看他 我就見他鬼鬼祟祟的 左望又右望 我就看他是否走到第二間店 甚至不是他發覺見到我見到他 他就走到左手邊的喉樓梯走下去 因為這裏是三面樓梯 而我們大廈的喉樓梯 是很容易所有人都出到 真是這麼容易出去 我們就走一次看看 我們剛才試了一次 發現真的好像住戶所所說 不需要經過大堂就可以出來 所以就成為了賊人作案的目標 當時羅先生媽媽在家裡 就馬上擱留下保安 賊人見有人上門 就馬上由防火門逃走 事後羅先生以報警處理 如果不是那個閉路電視 我也不知道對面單位有人在那裏爆隔 所以我覺得街坊之間 如果容許的都放過閉路電視 或者一個智能門鐘在門口 有甚麼事都可以見到 會比較保障大些 我們大堂的保安 經常都被人自出自入 都不是很接陌生人 問他們在哪裡來 或者登記資料 我覺得屋苑在這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些